几大车厂包括通用、福特、Stelantis等都联合声明 说会在2030年就已经做到EV车的目标 毫无疑问听到是一个很进取的目标 整个和新能源车相关的产业链 包括理矿、电池、充电等等估计都会有商机 大摩店其中一只supply chain中会受惠的股份 就是包括奈西特 但大摩的说法就是说它在收入占比上有较具意义的比重 但之后就没有太多的展示 我们今天就和Jason去拆解一下 究竟今天一下子抽成两成上来的 是否真的炒得对呢 如果根据彭博看看奈西特的供应链方面 客户收入占比方面 你看到它的通用占收入35% 福特占19% 是否就是正正食正就是有份出联合声明 说2030年会达到这个新能源车目标的几间车厂 都是奈西特的客户 所以就食正这条水呢 没错 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看到奈西特在以往来说去接的单 都比较大部分是集中在北美方面的客户 刚刚你提过美国这两大的车厂 就是GM和福特 在奈西特来说都保持了一段的合作关系 和都是属于长期的客户 所以如果你说这两个车厂真的进一步 或者增加它们新能源车 或者那个是自动驾驶那些功能的车的比例 那对于奈西特来说就不单止会是多了订单那么简单 还有因为看回奈西特在去年年底 所接合的订单当中 或者在手订单当中 那当中都有整三成多的单 就和一些自动驾驶的汽车有关 那当中有两成多 就是和一些电动车相关的产品有关 所以反映回来说福特和GM都继续增加电动车占比 特别现在在北美很流行那些所谓电动皮卡车 那对于奈西特那些产品的需求 仍然都会有个带动 和这些产品整体那个是平均的售价 或者毛利率 都比起传统的那些产品来说是高的 所以大家现在憧憬这个点 就不是说单单纯粹量的提升 甚至乎对于那个价格 或者是margin方面的提升 都会有个很大的贡献 但现阶段是否很难计算到实数 因为其实2030年你说远不远 近不近 其实现在一年都还有很长的时间 对投资者来说 如何去真是量化到那个股算或者推算 究竟未来这个2030年的大计 可以反映多顿奈西特身上 量化来说可能在这个时刻 都有一些言之上早 纯粹都要看它的目标 还有很多时候市场的炒作 或者那个憧憬 就不是纯粹基于一些很具体的量化的 只要大家有个目标 我觉得在未来这10年里面 美国或者中国方面很多车厂 都进一步提升它的电动车的产能 或者销售的佔比 对于它相关的产品 就自然会有个更加大的需求 所以即使你说现在很多报告 都未说真是一个很明确的量化指标 但是大家都觉得 你奈赛特和这些车厂合作了这么久 除了你说北美车厂之外 其实奈赛特在这几年 也都发展了内地一些车厂 比如长城汽车 吉利这些 都是属于奈赛特的客户来的 所以只要你说中美电动车的发展 进一步是加速的 而这些主要的车厂 也都是比较针对这些新能源车来生产的话 那奈赛特自然的订单 都应该是会持续增加 但如果看奈赛特今天的反应 Jason你又觉得有没有炒多了 因为12元流上似乎有少少沽压 又压下来的 之前都是12元流上都会顶一顶 都挺明显的 靠这样的消息 会不会真的只有一日货 这个因素 我觉得都是属于中长线可以留意 或者对于公司来说 都是正面的吹发势来的 但是如果你说短线的炒作 我觉得又不是单单这个理由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憧憬 就去到下半年 那之前一些车厂 因为缺心或者芯片不足的问题 而去到减产的这个因素 都会慢慢有一个舒缓 那当中就看到福特通用这些车厂 都在上半年是受到芯片 短缺打击得最严重的车厂 所以只要你说 现在这些车厂能够是可以 尽快是恢复那个产量的 对于奈赛特来说 亦都是变相是有另一个支持 所以我相信这段时间 带着奈赛特上的那个因素 短线就是炒回芯片 慢慢的供应会恢复 中长线的就炒回电动车 或者是那个自动驾驶技术 不断是加强的这个因素 但是板块当中其他股份又怎么看呢 今次就奈赛特大摩点名 但其实平时炒开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 其实都不止这些股份 例如禁锋还有力竞那些 425那些全部都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当中 但今天这些股份又没有什么反应 可能因为没有被点名 个别还要跌得挺厉害的 又怎么看其他股份呢 去到2030年都还有很长时间 会不会受惠的话 其实就不单止是内势第一只 那么简单 那当然一定不止一只 刚刚你提过 比如禁锋里业这些 主要做一些理电池或者理矿的公司 都一定是会受惠 但是要留意着股价 近期来说禁锋里业 都已经是升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估值比起今年年初 都大幅度提升的 但是你看回内瑟特 其实它在这几个月 整体的走势都比较疲弱些 如果你说计算它的PE 之前更加跌到10倍以下 所以如果你说以一个估值的 吸引力的角度来说 现水平就似乎内瑟特 都还是有一些追落后的空格 但是你说另外那几个 特别是禁锋里业 我都算是中长期看好的 但是现水平我觉得那个估值 就不算是特别吸引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进行 我们到处理这种 好多了 我们去倒入 那里面的水平 我们可以在这儿 我们在那里面的水平 那里面的水平 就是得到 那么多了 有一个水平 就能够吃掉 那么多了 还有一个水平